我们中国人最有机会获得的男子集体球类事业冠军的项目 就是棒球了 毋生金事件怎么解决 你敢不敢想原来回收的旧烟头是用来做卫生巾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刚刚各位看到的片头啊 就是小粉红吃台湾豆腐的画面了 说我们所谓的中华台北队打败了日本 玩风日本拿到冠军 是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骄傲 对吧 发在小红书上又是整体中文的 然后又是中国口译 你不要跟我说 他讲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是中华民国人 那请你让他在小红书平台上表达 而且中华民国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 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 你请他表达这个观点 我就相信 大家其实心照不宣 他说了是不是中华民国 好 所以不要再跟我玩文字游戏了 好吗 各位 我们球员自己都在球场上 还有媒体上大喊自己是台湾人了 你还扯什么中国人呢 而我就问 你说中国人最有机会 在男子集体球类冠军 夺得的项目就是棒球了 那为什么今天早上 中共国少半国家队 对比台湾省少半队 会在四局上半打成零比十六呢 好啦 你跟我说 Chinese队伍跟Chinese Taipei的队伍 是同一个国家 OK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是不是同隶属于习近平调度指挥 是不是 不管是谁得奖的 都要在北京 接受习近平的面见 如果不是的话 Chinese Taipei是你国家啦 那你为什么 不改成Chinese 对吧 就是Chinese vs Chinese Taipei 如果改成这样的话 你说Chinese Taipei是你的分支 我觉得多少 在这个字面上看起来是有点逻辑的 是吧 所以明显你也知道China跟Chinese 是有区别的嘛 不然你们央视也不会在大会转播的时候 故意说中国台北 而你们会场的大会报告的语言 确实讲中华台北 既然中华等于中共国的意思了 那你就大方的说中华台北啊 你为什么要改 你改就代表你心虚嘛 不就是中文的语境里面 中华以及中国是不同的 所以你才要改 对吧 前几天啊 还有小粉红呛 日本国家队竟然输给了省队 真是丢脸 你们认为中国台北队是中共国的省队 然后赢了 你们又喷日本是丢脸 那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啊 那所以你也是看不起自己的省队 所以你觉得日本输给了 咱们自己的省队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而今天16比0 还提早结束 那请问这个是不是 更丢人现眼呢 今天如果没有在四局上班提早结束的话 我估计台湾棒球队可能都要把它当成篮球再打了 可能32比0 64比0都不是问题了 那是不是更丢脸 中国直辖市 加省 加自治区 等等一共30个左右 各省市联合起来14亿的人口 输给一个单单 被制裁200多万的台北市省队 那不是更丢脸吗 当然我也不是在嘲讽说中国的少棒的孩子们 孩子是无辜的接受无脑的教育 当然你们会跟我讲这个观点 所以我也不是在呛那些所谓无辜的小孩 我是在呛那些吃豆腐的粉红邏輯 尤其是片头那样的 你既然拍了影片你就要承担被公开批判的代价 是吧 或是被公开赞扬的这个成果 不然这样啊 你们各省独立啊 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运动团队 例如中华陕西队 中华北京队 搞不好你们这样一面都比中共国的国家队还来得大 所以扫在那边搞这种意义的好吗 粉红基本上都是逻辑错乱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像是我们来看这张图非常的奇葩 这个粉红说我入籍日本是为了不留在日本 听起来很难理解的一个决定 为了离开日本而选择加入了日本籍 其实是因为自己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 为了更自由的离开和回来 我才做了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你想离开日本直接走了不就行了吗 可对于我这种已经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人来讲 直接走是不现实 你都已经变日本人了 还要故意说我为了离开日本 所以我才要当日本人 那中国人不就挺好的是吧 所以看完这种分裂的逻辑之后 要来讲一个 尤其是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关注的话题 虽然这是在中国发生的 但其实你从台湾每年出国人口比例来看 第一名是日本 第二名恰恰就是中国 所以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小网美们 也非常爱去中国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这个时候就要多关注我现在要讲的消息 最近在中国的各种品牌卫生棉大翻车 导致非常多的中国人跑去香港或是日本代购卫生棉 他们叫卫生巾回来 所以我们这些台湾人去 你可能会有这个需求 去购买当地的卫生棉 这个时候你的风险就很大了 原因是近期曝光了中国十几款大牌子的卫生棉 没有一个是标准合格的 不仅长度宽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之外 撕开里面的那个吸水材质 哇都非常的肮脏恶心 还有发现什么虫卵啊蟑螂尸体啊各种昆虫啊还有这种杂质 对吧 检测出非常多超量的细菌 以及有害过量的有毒物质 当然如果你短期偶尔使用可能不会出现什么异样 但用个五年十年十五年出现的病变呢 是吧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影片 这些影片都是中国人自己拍的 所以不要在那边给我造谣 台湾人又在抹黑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卫生巾竟然是回收烟图做的 那可是卫生巾啊 这么张的就让你们拿他做卫生巾啊 来看三郎腿啊 香菌上面绿嘴吗 头皮已经讲的不行了 不敢抢这边生巾的 你还是让他发生什么 叶佑也是高点吃的吗 我是富费的 富费的叶佑 你照 你照 看照网上的疯狂 我浪费影片卫生巾看看 现在还是先带路下路 你都照一下 啊 这不是这样的 谁动呀 我大晚上刷到了一个 拆一麻精的视频 一直有素费的 我很崩溃 所以我准备也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被灯光照完之后 很脏呢 这是他现在的样子 在我们来之间的道具 为什么 为什么也是黄的 天呐 我已经崩溃了 这个是四肥的 四肥的 这续续的黑一层下路 真的不上 我找风了 他这种 如果是用的好的东西的话 他为什么 边边上的这些白色的盒子 有这么大的区别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问题还很多 好 我们现在看上了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虎典 诶 十二手 还是富费 十二手 这是有自由点的 哦 只有点 只有点 这个小啊 哦 虎点的 我一直用的都是大品牌 这点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出于好奇 我还是来检查一下吧 这个品牌的 我刚囤了一抽屉 先来个日用的吧 中间黄黄的 好像是谁用过了一样 太恶心了吧 来个家常版的吧 还是能看到一些黄色的斑块 再来一个护垫吧 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 换个贵一点的品牌试试 妈呀 这个也太恶心了 这个就像是从垃圾堆里 捡出来的一样 太气人了 诶 各位这个男性有人啊 也不要觉得这是女性的事情啊 对吧 想想你们也有妈妈 姐姐妹妹 甚至是有女儿的朋友们 也要多关心这件事情 是吧 非常的耳烂啊 我在想 为什么中共国会允许这种事情 在中国墙内热传炒作 原因是最近可能啊 太多张献中案件 而且中国的国防部长 董军啊 三度被调查 实在需要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大型的案件 来转移这些 中国经济跟中国 一式出卖自己军情 引发的这种效益 对吧 怎么对比一下 跟今年暑假出现的 中国国家事业单位 直属博物院的中厨良 他被曝光啊 食用油 混装器材没有 结果呢 中厨良那个记者 很快就被消失了 心惊爆 对吧 网路上也很快的疯狂压制 说哦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会给后续 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任何继续讨论了 三帖封号 也没有任何的赔偿跟结果 中共官员继续的在吃特供食品 中国人民只能自行的去买外国牌子 那时候也是抢一堆这个日清啊 什么其他国外意大利的这种油 对吧 甚至有人干脆买炼油机自己去炼油 其实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中共官员的女性家族 到底是不是用中国国产的这个卫生棉 还是说他们用外国品牌的 还是说连卫生棉都有特供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我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的黑心商家加在一起 都没有中国多 不接受任何反驳 从毒奶粉 再到食品的各种添加剂 从那些药泡的蔬菜 再到那些激素养成的鸡牙鹅鱼 现在好 整个全国的女性都成了受害者 现在又出来那种 卫生巾 是那种黑心棉 那种有毒物质生产的 这到底根本原因出在哪 是什么原因导致咱们中国的市场 咱们中国的这些无良商家那么多 根本原因出在哪 那卫生巾点开看了吗 网上说用光照一下 我先来试一下 不太均匀 有一些发黄的感觉 我随手拿了这个家里有的这种卫生巾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有绒毛浆 我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敏感 绒毛浆因为它是二次回收 因为我就是做不好安全 那一块的话 他们就很容易回收烟头 回收一些很脏兮兮的安全消毒到位 这个接触到四处 真的想想还蛮恶心的 不是两个小时换一次 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这些生活 小习惯小细节 去来照顾自己的健康吗 那没想到就是这个 它的执行标准 卫生巾的执行标准价是C类 人家里的这些窗帘 不直接接触皮肤的这些纺织料 它就是C类 现在刷到的也是说 几乎所有的卫生巾都覆灭了 所以到底现在应该用什么 看你请接 为了搞清楚 有哪些产品是被奸商这么做出来的 我们决定变成奸商 在华北的毛线程 可以沉吞的批发到这些回收下脚料 老板随后给我们展示了其他的样品 我们才得知了背后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线 这些都是拿啥做的 在纤红里面搭上去 部分不法商家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会回收过期的卫生巾 通过这样的粉碎加工 变成可以二次利用的原料 而这样制作出来的卫生巾原料 有大量的杂质和垃圾混入其中 我们在一个实验室的帮助下 多次打量尝试 终于复刻出完美的黑心卫生巾 结果令人胆战 他这个细菌都长满了 看到底了 黑心量一组的培养名少 密密麻麻的长满了细菌 而正规的卫生巾和对照组相比 都没有助长繁殖 其中自由点益生巾pro 甚至还有明显的异菌效果 菌若繁殖的速度被大大压制 卫生巾事件怎么解决 你敢不敢想 原来回收的旧烟头 是用来做卫生巾的 卫生巾事件还在持续不断的发酵中 我不想别人吃我的精血馒头 这可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生活必需品 活生成了商家拿捏消费者的软肋 你去看看他们的回应 都是那种爱买不买 就是那种我知道我让消费者失望了 但是我就是不改 简直就是令人气到发指 还记得前段时间杨丽和某东事件吗 男人们是怎么解决和抵制的吗 姐妹们学起来炮轰他们 我们女生在旌旗最脆弱的那几天 竟然让我们用C粒的卫生间 这就像让我们光着屁股坐在窗帘上 坐在臭沙发上 你告诉我 这样我们怎么能承受得住 我每次精气过后都会觉得不舒服 都要去吃药 我从来没想过是你卫生巾的问题 我以为是特殊时期 我免疫力低是我有复合炎症 可你呢 偷工减料用黑心棉营光剂 全是浮夸虚标还跪得要死 欺负我们束手无策是吗 没得选是吗 明明知道真菌会诱发复合病 还让一百个菌若留在卫生巾上 更可气的是 把一三年过期的卫生巾 改成新日期重新上架 其实最大的原因 我前几天影片有分析过其他的案例了 我认为啊 就是中共国的税太重了 例如一个企业 给员工每个月一万块人民币的薪水 那实际上企业 如果他要合法合规的话 那他一个员工实际上要支出 一万四千八百多块人民币 四千八百块 是给国家拿去分配所谓的 无险一斤 员工到手了一万块 还要再被中共政府拿走两千三百多块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支出了一万四千八百多块 中共政府从企业以及员工手里 总共拿走了六千七百多 员工到手剩下七千六百多 政府拿的都快比员工的钱还来得多了 所以在中国要良心的 合法的做生意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很多企业工厂都使用低劣劣值的来源 当然这个不是企业使用滥货的合理化行为 但如果你要改善这种状况 全面性的必须让企业赚得到钱 所以为什么不只这个行业 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出现这种大规模的状况 中共的税真的很重 很重没有关系 但你相对应的 你要给的福利是要给更多的 你要让企业赚得更多 中共政府抽走将近欧盟国家 北欧国家的税 却只有给非洲的福利 再来中共官员的特供如果不废除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各位说 中国很多对内的内销产品品质绝对是拉不起来的 他们会有心思的去所谓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解决劣质的商品或是食品的问题吗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或设计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爸小下次见了 拜